8月27日晚 菲律宾队进攻出界 泰国队才首次将比分领先扩大到2分 在10比12时 菲律宾队再次扣球出界 泰国队13比10领先 菲律宾队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 菲律宾队一传不到位 无功过往 泰国队抓住机会反击打手出界 14比10 双方多回合对攻 泰国队再次打手出界 15比10 泰国队发球出界 菲律宾终于渡过这一轮 菲律宾连续通过复攻快攻得分 将比分追到13比15 泰国队不得不请求暂停 泰国队在连丢4分后 终于16比14领先到第二次技术暂停 菲律宾队二传强行给三号复攻传快球 竟然屡试不爽 将分差追到只差一分 泰国队还是更老练 自时控制得更好 1点1点拉开比分 20比16领先4分 菲律宾队再次请求暂停 双方都缺乏强力攻守 有一个长达45秒的多回合对攻 最终还是泰国队笑到最后 24比17拿到首局局点 虽有一个发球下网 泰国队还是25比18顺利赢下首局 第一局技术统计进攻 13比20对手15送分 5比5双方都没有Ace球和篮网 第二局4比4后 泰国队连得2分拉开比分 并以8比6领先到第一次技术暂停 虽然泰国队一度将比分分差 扩大到3分 但随后连续15 包括一船不到位 扣球出界等等 被菲律宾队追到12比12平 泰国队失配 后排进攻采线 不断送礼 菲律宾队16比15反超 比分到第二次技术暂停 泰国队连得2分 17比16 接着又连丢2分 泰国女排主教练达奈 显然对球员这一段场上的表现很不满意 赶紧叫暂停 对球员说了几句重话 可是暂停效果不佳 泰国队又丢掉2分 16比20落后4分 泰国队加强防守 防守反击连得3分 将分差缩小到1分 菲律宾队果断叫了暂停 菲律宾队连续通过2号为突破 没让泰国队追平比分 随着泰国队发球下往 菲律宾队23比21领先2分 又是一个多回合防反 泰国队拿下关键1分 菲律宾队一传到位 果断快攻24比22拿到局点 菲律宾队3号复攻刚得1分 可惜紧接着发球下往 最终菲律宾队25比23艰难 翻回一局 双方战成1比1 第二局技术统计进攻 16比13对手失误送分 9比9拦网 0比1双方这局都发挥一般 尤其是泰国队进攻不力的情况下 无法控制自身失误 导致局中比分被反超了 一直无法追平 第三局双方开局比分胶着 随后菲律宾率先发力 8比5领先到第一次技术暂停 泰国队追到8比9 菲律宾队不得不请求暂停 菲律宾队拿下本场比赛主队的第一个篮网得分 度过了艰难的一轮 10比8 泰国队随着怀疑颜色 也篮网得分将比分追到10比10 茶床连扣带罢 帮助泰国队16比15反超比分 领先到第二次技术暂停 泰国队17比15领先 被追到19比19 泰国队及时请求暂停 止住颓势 泰国队连得3分 23比20领先 菲律宾队坐不住了 不得不请求暂停 泰国队拦网得分 24比20达到局点 最终25比20再赢一局 大比分2比1领先 第三局技术统计 A4球2比2进攻 11比18对手 失误送分 6比2拦网 1比3这局双方的拦网都有起色 泰国队发挥更好 关键时刻 拦网发挥了作用 泰国队的失误多 但进攻更强势 第四局 比赛完全进入泰国队的节奏 怎么打都得分 8比4后连得3分 11比4 11比5后连得连得5分 16比5领先到第二次技术暂停 泰国队防守无漏洞 坏人发球擦网都能擦死网得分 这对菲律宾队来说 太难了 暂停回来 泰国队连续得分的势头还没停下来 一直到17比5领先12分 终于凭借一记压线球 菲律宾队打破得分荒 泰国队20比7 率先上20分 泰国队打得太顺了 二船竟然敢于二次球推对手后场空打 最终泰国队25比9强势赢下最后一局 大比分3比1获胜 晋级4强 第四局技术统计 A4球 0比3进攻 5比17对手势 勿送分4比4篮网 0比1菲律宾队第三局 没能咬住比分 对他们打击很大 第四局心态已经崩了 但菲律宾的球迷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热情洋溢 现场炸裂 相信有这样好的氛围 菲律宾女排未来会不断提升 虽然球员身高有限 但可以向今天的对手泰国队学习 或者直接向日本女排学习 如果通过提升防守的基本功 来弥补身高不足的缺陷 也能在世界排坛有一席之地 半决赛 中国女排和泰国女排将上演强强对话 此前的中国女排一队 在世界女排联赛不敌泰国女排 这只和一队完全不同球员组成的二队 能否挑落几乎全主力的泰国女排 值得期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